探龙 精彩继续 探龙第四百五十四章 淡淡的一句话 极其平静的语气 却掩藏着无尽的欢心和澎湃的激情 两子甚至都能感觉到 萧冷秋的手在轻微地颤抖 金羽龙嘶声说道 老孝 我没她做梦吧 萧冷秋阵声说 没有 娘子真的回来了 金羽龙依旧抱着金羽猪不三手 喊道 老孝 事情办完了没 办完了咱们回家 几年了则从御猪失踪 我一直不敢面对父母 今天终于可以带着御猪回家了 萧冷秋说 风雪眼的位置已经知道了 咱们回家 四人下山而走 金羽龙似乎在生杨子的气 除了一开始一直没理会杨子 也不怪 他一直将金羽猪当成宝贝疙瘩一样宠着 交给杨子没几天就掉下山崖了 他这个做哥哥的心中当然是不痛快 一行人离开之后 那屋里响起了一声叹息 喃喃自语道 这就走了吗 他们真的会去风雪眼吗 随即 另外一个女子声音响起说 会去的 一定会去的 这三个小子聚集到了一起 又知道了风雪眼的位置 一定会去的 那大牛的声音说 圣公 我已经按照你的吩咐 将风雪眼的位置告诉了他们 你该对下你的承诺 救回我的妻儿吧 那女子声音说 你放心 三笔人魔铝矿奴的养尸术 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一定会帮你的 话音刚落 另外一个声音笑道 对对对 我一定会帮你的 随即一声惨叫响起 又戛然而止 就像是有人忽然被割喉了一半 伴随惨叫声的停止 一切又归于平静 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但是夜色下的小屋 却显得更加诡异了起来 如果杨子没走 一定能够听出这声音的主人 因为无神神女妙娘子的声音 对杨子来说很容易翻遍 如果兄弟三个知道 这个消息是妙娘子放出来的 一定不回去 也就不会折损那么多人手 在风雪眼中了 可惜杨子兄弟三个 沉浸在重逢的喜悦之中 根本就没有多想 四人也并没有回金陵 而是直接去了 赖药牢所住的地方 赖药牢所住的地方 就和日月双帝所住的 绝股相差不远 但中间隔了一整座山 这几年来 三兄弟相隔并不远 只是相互都不知道罢了 杨子终于见到赖药牢 两人虽然数次照面 但赖药牢一直在暗中 出面的时候 杨子又在昏迷之中 所以这才是第一次见到 这赖药牢还是那副模样 一头乱发 满面红光 丝毫看不出 年近百岁的年纪了 但是他并没有告诉杨子 那叶禅男是谁 双方见过之后 那是先问起 杨子体内的毒性 以及这几年的遭遇 杨子简单说了一遍 小冷秋和金玉龙一听 也都有点好奇 想找个机会去见识一下 传闻中的日月双帝 赖药老都有点激动了 连声说道 这倒是有意思呀 我还以为和我一辈的人都死了 没想到那两个老东西还活着 就住在我旁边 这么多年来 我竟然不知 一句话说完 一伸手抓住杨子的手腕 翻起来一看 杨子手腕上一青一红 两刀线依旧存在 这几年没有向上延伸 但是也并未消退 那要老一见就笑道 吃两颗老东西 都也有点本事 不知道用了什么法子 竟然压制住了赤灵炎 和宁心露的毒性 但本事也有限 只能压制不能解 难道准备让这孩子 带着两种毒性一辈子吗 说着话 已经一伸手从怀中 掏出一个鹿皮囊来 随即打开 上面罗列银针数十根 指尖摸了一根 分别将杨子左右双手中 中指指尖戳破 杨子知道 他在为自己解毒 也不动弹 任由赖药老侍卫 赖药老戳破杨子手指 才对金玉龙说 你带着杨子去洞内水潭 让他在水潭中浸泡 说完又转头对杨子说 等一下在水潭之中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 千万不要乱动 听之认之即刻 杨子点头硬了 跟随金玉龙直入山洞 金玉珠放心不下 也跟随在后 小冷秋却被赖药老留了下来 不知道有什么吩咐 三人直入洞穴深处 这洞穴出奇地深邃 一路往里面走 竟走了两三百米 才看到一个水潭 这水潭不大 四正四方的 像是人工挖掘出来的 但布置的地点 却十分的巧妙 正好在一处山泉的上方 底下打了数十个 手指做的小孔 山泉水从底下经过 漫了一部分上 正好将水潭 装了一滩水 水位也不深 近一米多点 水潭之中 有一黑一白两条鱼 长有十来公分 头顶生包 口有双须 奇宽尾长 一黑一白 白的雪白无瑕 身上鳞片都闪着白光 黑的则极黑如墨 正是杨子之前 在镇龙山腹之中 所遇见的那两条 只是看起来 似乎没有之前 那般的肥了 杨子之前在镇龙山腹 独幸发作之时 就是凑巧遇上阴阳双鱼 才得以保命 已经知道了这双鱼的妙处 当下脱了衣物 进入水潭 泉水清凉 十分舒坦 两条鱼似乎也认得杨子 一见杨子也十分欢心 在水中游动得更加欢畅起来 围着杨子直转悠起来 片刻之间 杨子就感觉不对劲了 伴随两条鱼 围着自己越转越快 自己体内的毒性 竟然躁动了起来 要知道 这毒性 已经数年没有发作过了 这一发作 等于是所有痛苦 又重新开始承受 而且是一起发作的 一冷一热 两股气流 同时从丹田升起 分左右游走 左边身子 酷热难当 身体经脉 如同岩浆过境 差点将经脉都烧起来了 而右边身子 则是冰寒彻骨 瞬间就冻枪了 就在这时 左右双手上 被烂药老戳破的手指 一起冒出丝丝的黑血 黑血一出 那两股气流 似乎也找到突破口 顺着黑血狂涌而出 而那阴阳双鱼 则立即游到杨子手指处 嘴巴一张 将两股黑血 连同杨子体内奔涌出的毒素 紧束地 吞入口中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片 下集更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